哈喽,我是卡罗斯 昨天我拿了这个换句 玩了一整天了 他实在抬起了我练吉他的兴趣 在我发布料介绍这个宝贝的视频之后 竟然有人问了 老师现在软件已经可以自动做伴奏了 你还为什么要这样练 练得指头痛呢 今天我来跟你谈一谈练吉他的问题 其实在之前我已经做过一期有关 乐曲的前奏的 好像最近呢,请跟我来 他开始时候的音乐是什么 是钢琴 可以这么说 在一首流行曲中间 只有三个地方是有乐器独奏的部分的 一般来说就是我之前说的前奏呢 好一种就是在歌曲中间插入一段 我们把它称为 在歌曲的尾巴弹奏一段 我们一般把它称为伪奏 三种之中呢,伪奏是不一定有的 因为你唱一首歌唱到尾巴 可能只弹三个和弦 就能够把这个歌曲完结了 所以伪奏是不一定有的 但是这个独奏怎么说呢 比方一首歌曲比较长 中间的地方插一段 就是让那个歌手收集会 也让听众不要听得那么腻了 中间插一小段就是 乐器的独奏 然后再让歌手唱一段 那个独奏片段就成为了红发中的绿叶 当然了,独奏还有一个用途 就是让那些在后面玩音乐的无名英雄 他们也有机会在人家面前表演 你知道在现场音乐表演 歌手此时就是担当其中一小部分 大部分都是后面的乐视在缓 后面的乐视可能有几十个 也不一定 就是一队简单的流行曲乐队 也有吉他呢 这个贝斯啦 也有这个架子鼓啦 也有这个琴剑 他们都在后面默默的演奏 会这个歌手服务 所以每一首歌留一小段 让他们来做一个独奏 也不为过 一般来说最常用于独奏的 就是这个电吉他 但就有个很有名的独奏 就是这个家旧旅馆的电吉他独奏 这段曾经有人教我弹过了 但是我一直都不能用心去练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我可以天天看这个YouTube 慢慢的练好了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关注点赞及转发 再见